婚礼上,随口问了句小花童缺不缺干妈,结果小花童对着门口就喊了一句,爸爸,这个姐姐想做我妈妈,众人凝视,我尴尬无脸,简直射死,刚想解释,一抬头就对着一张熟悉的脸。 我靠,玩我呢吧,小花童居然是我白月光的儿子,大学同学结婚,我是伴娘,西装革履的伴郎没入我的眼,那软软糯糯的小花童却狠狠地戳到了我的心巴上,太可爱了,想偷回家,我没忍住把那肉脸蛋子亲了好几口,一时上头,宝贝,你还缺不缺干妈? 结果小花童对着门口一顿喊,爸爸,这个姐姐想做我妈妈,干,这小子在胡说什么,我说的是干妈,不是妈,少了一个字,意思大不一样啊,感受到周围炙热的目光,我尴尬地笑了笑,打算开口解释,却在看见那张熟悉的脸后,生生止住了话头,这,这不是我白月光吗? 徐依林,你又在乱说话,赶快给姐姐道歉,徐青也抬手敲了敲小花童的额头,一脸严肃,小花童捂着额头,弱弱道,嗯,爸爸,我错了,姐姐说的是想做我干妈,爸爸,徐依林,我靠,这小团子是徐青也的儿子,我到底犯了什么魂,才会想做我白月光的儿子的干妈? 姐姐,对不起,我刚刚乱说话了,我一脸复杂地看着扯我衣角,奶乎乎的小团子,长得确实和他爸挺像的,怪不得,我觉得他可爱,原来是占了他老爸的便宜,我心里叹了口气,蹲下捏了捏徐依林的奶镖,笑道,没事没事,姐姐没生气,但下次可不能乱说话了哦,嗯嗯, 林林知道了,姐姐亲亲,徐依林说完,就在我脸上,拨了一下,我眉眼微动,还是转了,毕竟是徐青也儿子的亲亲,也算是间接弥补了我曾经的遗憾吧 我摸了摸徐依林的头,起身对上徐青也的目光,青也哥,好久不见,堂堂,好久不见,我以为再见徐青也,我能坦然面对他,但他的一句,堂堂,让我溃不成军,只能随意找个借口,然后故作平静的离场,做胸腔不正常的跳动频率再告诉我,时隔五年,我还是没放下他,徐青也大我六岁, 年和我一个大愿,我是家里的老二,上面有个姐姐,下面还有个弟弟,父母也很恩爱,可他们都不喜欢我,乔家父母对我恶语相向,乔家姐姐对我冷眼相待,乔家弟弟甚至会对我动手,我从来不敢反抗,我知道,我是被乔家奶奶捡回去的,我是个外来者,他们能养着我,供我读书就已经很好了,我不能奢求太多, 但那个时候的我,毕竟是孩子,处在这样的家庭,时间久了,总会难受的,我不敢在奶奶面前哭,我一哭,奶奶就会生气,一生气就会和乔家父母吵架,一吵架,奶奶就会吃药,我不想让奶奶吃药,所以,我每次只敢自己偷偷在外面哭,直到那一次被徐青也撞见了, 他给我擦了眼泪,很温柔地哄我,还送了我平娃哈哈,那年我十岁,徐青也十六岁,我和他第一次有了交流,自那以后,徐青也经常会给我带一些小零食,会叫我堂堂妹妹,我会叫他青也哥哥,有时候被乔家弟弟欺负很了,他甚至还会帮我欺负回去,他对我很好,我很开心, 因为,在这个世界上,对我好的人,除了奶奶,还多了一个哥哥,而我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喜欢徐青也,是在十五岁,身边朋友开始谈恋爱,开始聊自己的理想型,问到我的时候,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徐青也,在我看来,这世上没有比徐青也更好的男孩子了,我从十五岁开始喜欢他,喜欢了四年,十九岁以后, 我知道我不能再喜欢他了,因为他结婚了,我还没来得及表白,他就结婚了,没办法,六岁的年龄差,让我很难追上他的脚步,我的年龄该读书,而他却已经可以结婚生子,我没有机会去表达我的爱意了,我的暗恋结束了,在后来,奶奶去世,乔家因为奶奶的遗产和我彻底闹翻,无奈,我离开了大院,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,在这五年里,我不是没事过去重新喜欢一个人,我会对一些人有好感,只是,他们都很像徐青也,无一例外,而且,我对他们也仅限于好感,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,我的心好像成了一潭死水,再无波动,直到今天, 我再次遇见徐青也,他才又有了涟漪,当初那瓶娃哈哈,收得可真不值,因为他,耗了我近十年,我不禁苦笑, 男男道,徐青也,你真是转翻了,我转翻什么了,突然响起的声音,吓得我一颤,我去,徐青也什么时候,在我旁边的, 我一脸震惊,你,你什么时候来的,徐青也似有些无奈,来了有一会儿了,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,我刚来就叫你了,只是你没理我,我把目光移向别处,不自在地说,刚想事呢,走神了,徐青也呕了一声,也没再追问,我也没说话,一时之间,气氛略显尴尬,正当我想着,要不要主动说话,徐青也却先开口了, 对了,你刚刚说我什么转翻了,我,真是乌漏偏逢连夜语,我就说了这么一句,还被他听到了,我嘴动了动,由衷道,人帅多金,事业有成,还有漂亮老婆和可爱儿子,难道不是转翻了,这话我是真心实意说的, 而徐青也只是笑着摇了摇头,没说话,我当他是在谦虚,没多想,不过我今天确实没看到许奇, 我看向徐青也,对了,许奇嫂子呢,我怎么没看到他,徐青也沉默了一会儿,缓声道,我和他离婚了,哦,离婚了,离,什么,你们离婚了,我没忍住惊呼出声,徐青也居然离婚了,神,什么时候离的? 三年前,那你是打算接盘吗?接什么盘?你胡说什么呢?我瞪了陈欢一眼,陈欢是我闺蜜,也是唯一一个知道我喜欢过徐青也的人, 那天的话题只与我那句干巴巴的安慰,没关系,青也哥,你以后还能遇到更好的,我是好奇他离婚的原因, 可当时那种情况,我也不能直接开口问,徐青也会离婚,这个事怎么想怎么玄幻, 他一看就不像主动提离婚的人,而许奇,也不应该会提离婚啊,我见过他,他当时那么喜欢徐青也,况且徐青也还那么好,怎么会舍得放手啊? 陈欢吸溜了一口果冻,又问,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?我不解,什么怎么办?追徐青也啊,好不容易他离婚了, 你还不上,我顿了一会儿,什么呀,我和他现在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,况且他都离婚三年了,谁知道有没有找新的, 我越说越激动,再说了,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要一个离婚又带娃的男人, 陈欢挑眉看了我一眼,一脸的不信任,真不要,我信誓旦旦,真不要,打赌,赌什么? 说,你要是去找了徐青也,你就帮我做一件事,不杀人不放火,行,赌就赌,年轻人还是不要冲动, 第二天,我就啪啪打脸,当我一脸不耐烦地拒绝我的某个陈桥陈桥后,陈桥非说不信, 说我的理想型就是他,把我气得呀,直接一顿胡说,屁嘞,我明明喜欢的是长得帅,比我大,还有娃的, 我说完,陈桥脸都黑了,正当我想再说几句安慰他一下,他却指了指我背后,那样的吗? 我一脸疑惑地转过头,去我鸡米远的地方,站着一个男人,还牵着一个娃,男人一脸笑意地看着我, 那眼神中似乎还带了一点戏血,那小娃娃还甜甜地叫了一声, 姐姐,好久不见,我,救命,有什么办法可以原地去世吗? 太尴尬了,我没敢看徐青也,只对着徐一林硬扯出一抹笑,打了个招呼, 林林啊,好久不见,然后立马转过头,呀,低声音问陈桥, 他们什么时候在我后面的,可千万别听到,在我刚表白的时候就在了, 我闭了闭眼,一脸绝望,我最近是真的倒霉,先是当着徐青也的面, 说想当他儿子的干妈,现在又当着他的面,说自己喜欢他那个类型的, 想不让他多想都难,这张脸算是丢完了,许是我的表情过于精彩, 陈桥极其复杂地看了我一眼,不是,桥堂你这表情, 该不会是真喜欢离婚还带娃的吧?你这怎么想的呀? 那可是离过婚的,我眉头一簇,他这话我听着挺不舒服的, 这个语气,就好像喜欢上一个离婚带娃的人是不对的, 现在这个社会,离婚其实是一件很普遍的事, 快节奏的社会,快节奏的感情,导致快节奏的结合, 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,离婚不就是一段感情破裂, 然后分开,本质上和男女朋友分手有什么区别? 为什么要对离婚男女抱有鄙夷之意? 当然,不是指所有,那些因出轨,家暴等道德败坏离婚的除外, 对于那种人,该鄙视就得鄙视, 但如果是因为没了感情,性格不合而离婚的, 就不该一样看待别人,如果可以, 谁不想拥有一段一辈子的婚姻,一辈子的感情, 我不知道,得看对象,如果对方值得,离过婚又如何? 我皱着脸回了一句,语气不是太好, 陈乔似乎对我的回答不满意,将声量拔高了些, 乔堂,你在想什么? 谁愿意接受一个离过婚的还带着个脱油品啊? 你不嫌脏的吗?我瞬间黑了脸,下意识地瞟了眼徐青也, 努力压低声音,愤怒地说,你这话就过分了, 什么脏不脏的?我说的是实话呀, 不管男女,离过婚的不就是破邪吗? 更别说还带着孩子了,听着陈乔越说越过分, 我忍不住了,对着他一顿批,你在狗叫什么? 脑子是被老太太的裹脚布缠住了吗?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,说谁脏呢? 你TM没谈过恋爱,没和别人亲热过呀, 还有脸说别人脏,也不看看你自己, 你,你,你什么你,嘴这么臭早上刷牙了吗? 也不知道是因为四周围观的人,还是被我气的, 陈乔脸通红,半天蹦出了一句话, 靠,乔唐,我,我怎么会看上你,我扯了扯嘴角, 啊,看我不顺眼,那你试着把自己弄瞎吧, 你,乔唐,有种你等着,陈乔撂下这句话,就转身离开了, 我对着他的背影翻了个白眼,犹豫了两秒, 还是走到了徐清野身旁,你别听他胡说,离婚而已, 没什么的,稍微有脑子的都不会那样想, 我小心翼翼地观察徐清野的脸色, 担心他真的听进去那些话了, 徐清野的表情纹丝不变,甚至还对我微微一笑, 放心吧,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, 我又盯着他看了几眼,发现他好像是真不在乎, 才安了心,也是徐清野这么优秀的人, 怎么可能在乎这种话,你这是打算回家了吗? 嗯,对,那行,我送你吧,我愣了一下, 没拒绝,在等徐清野去开车的时候, 我逗起了徐一林,结果发现他闷闷不乐的, 这倒新鲜了,刚刚和我打招呼的时候, 还是甜甜的小团子,怎么突然就变成小冰块了, 于是我轻言细语地哄了他好一会儿, 哄着哄着,就把小团子哄哭了,边哭边委屈, 姐姐,我的存在是不是会让爸爸很为难啊? 我有些震惊,不太明白徐一林为什么会这样想, 他才这么小,林林,你怎么会这样想? 你是你爸爸最重要的宝贝,怎么会让他为难呢? 可,可他们都说我是爸爸的脱油瓶, 他们,我皱了皱眉,感觉要和徐清野说一下这个事, 小团子应该是听到了一些不好的话, 我握住徐一林的肩膀,语气严肃道, 林林,你要永远记住,你爸爸一定是最爱你的人, 你也是他的依靠,你是你爸爸的宝贝,不是脱油瓶, 嗯,嗯,嗯,小团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点头, 让我又想笑,又觉得心酸, 好在小孩子情绪来得快,去得也快, 哄了会,徐一林就止住了眼泪, 但那哄眼眶还是挺明显的, 徐清野开车来的时候,还问了句怎么了, 我不太想当着孩子的面说,就随便糊弄了过去, 开车的途中,随便聊了一些工作的事, 我们都很默契地忘了那句,凑巧,的,理想型,我不敢提, 至于他,或许是不想提吧, 很快,我到家了,下了车后, 我还是厚着脸皮,主动加了徐清野微信, 首先小团子的事还是要给他说一下, 其次,我心里也就有那么一点点想家, 吧,没想到的是,徐清野居然问了我, 当初为什么要删他, 我找的理由是奶奶去世, 再加上和乔家闹翻, 我心里难受, 一冲动就把那个大院里的人全删了, 我没说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结婚了, 我没那么大的格局, 愿意通过朋友圈看他和别人的幸福生活, 不过徐清野既然知道是我删了他, 那说明他还主动给我发过消息, 则,倒是挺意外的, 那日回家以后, 我就给徐清野说了小团子的事, 告诉他可能有人对小团子乱说话, 徐清野也表示会去了解一下情况, 然后向我表达了感谢, 除此以外, 我和他再没聊过天, 也没再那么巧地碰到过, 似乎又各自回到了以前的生活, 互不打扰, 平静如水, 可实际上, 我的平静下暗藏着波涛汹涌, 徐清野时不时地就会出现在我脑子里, 十多岁的他, 二十出头的他, 现在的他, 倒是真应了那句, 年少莫遇惊艳人, 远浅不幸物终身, 陈欢让我不要考虑那么多, 跟着自己的心走, 这样自己才不会后悔, 想了很久, 我还是决定再努力一次, 我不想误终身, 我不知道我现在对徐清野是执念多一点, 还是爱多一点, 我只知道我看到他会心跳加速, 会想和他多接触, 会想和他生活在一起, 我想, 我对他是心动的, 我其实不介意他有孩子, 无痛当妈多爽蛙, 不用经历十月怀胎, 生孩子, 照顾孩子这段最痛苦的阶段, 就能拥有小团子那么可爱的大胖儿子, 徐清野还又帅又有钱, 我其实并不亏, 说干就干, 所以我主动跟徐清野说, 我想带小团子出去玩, 得先把小团子和我拉到一个战线, 他直接给我发了小团子电话手表的号码, 说小团子同意就行, 小团子一听要去玩, 替颠替颠就答应了, 然后我就成功上门领走了, 大胖儿子, 或, 也不知道是徐清野心大, 还是太信任我, 我和小团子在外面玩的时候, 一句都没问过, 不过他不打扰也好, 现在和儿子培养感情最重要, 一段日子后, 颇见成效, 不仅和小团子培养了感情, 我还了解到徐清野担了三年, 最重要的是, 现在我去徐清野家的频率相当高, 还经常和他们一起吃饭, 感觉, 我的计划成功了大半, 就差攻略徐清野了, 但现在比攻略徐清野更迫在眉睫的是, 我毫无预兆地来立价了, 还是在徐清野家, 更大的噩耗是我还没带姨妈金, 谁知道他会提前进十天来呀, 更更更大的噩耗是, 我好像把鞋给弄在徐清野家的沙发上了, 密色沙发, 很好, 这个世界我真的是一秒也待不下去了, 趁着徐清野在厨房做饭, 我打算带着他家的沙发垫子偷偷溜走, 结果刚起身就听到厨房的门开了, 把我吓得一个屁股蹲又坐回了沙发, 显然徐清野看到了我的反应, 疑惑道, 怎么了, 我有这么吓人, 我摇摇头, 正准备说话, 突然感觉到下半身一股热流, 也几乎是瞬间, 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, 是面对这种窘境的恐惧, 无助, 是尴尬, 是丢人, 好死不死, 还是发生在徐清野面前, 看到我的眼泪, 徐清野正了一下, 随即两步走到我面前, 蹲下, 不知所措地开口, 怎么还哭了, 我, 我, 我磕巴了半天, 也说不出口, 第一次感受到了月经羞耻, 呜, 当然, 更多的是丢脸, 徐清野继续软着语气问我, 到底怎么了, 怎么突然哭了, 嗯, 瞧堂, 他的语气可以溺出水来, 太温柔了, 最终我还是小声开口, 我, 我那个来了, 徐清野眨了眨眼, 反应了几秒, 似乎是松了口气,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, 没事, 别哭了, 我下楼去给你买, 老男人就是懂, 不需要点破就明白, 他准备起身, 我伸手扯住了他的衣摆, 带着哭腔, 我还弄到沙发上了, 我真不是故意的, 他, 他这次来得太突然了, 我等会给你洗干净, 或者过两天我重新陪你一个, 扑, 我是真心诚意地道歉的, 结果徐清野却笑了, 他笑了, 现在这情况, 他笑, 我又羞又恼, 你还笑, 我笑你可爱, 一天天小脑袋里,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, 徐清野犹豫了一下, 抬手揉了揉我的头, 不用你洗, 也不用你赔, 现在就好好坐着, 我去给你买东西, 对了, 要哪个牌子, 我背那声, 可爱, 和揉脑袋, 给鸡的七婚八素, 红着脸说了句都可以, 他说我可爱, 嗯, 不得不说, 徐清野是真的周到, 日用夜用都买了不说, 还贴心地给我买了换的裤子和贴身衣物, 虽然徐清野解释说, 换洗的衣物是销售员帮忙选的, 但我依旧很高兴, 他特意这样解释, 是在尊重我, 我换完后就想抱着脏衣服和那个沙发垫子回家, 结果发现那沙发垫子不见了, 问徐清野, 他只说他会处理, 让我别担心, 还特地强调了不用我赔, 后来我也不知道那个沙发垫子去哪了, 我再去的时候他已经好了, 一点痕迹都看不到了, 估计是徐清野重新买的, 他总不会自己动手洗吧, 日子一天天过去, 从初秋到了深秋, 天气逐渐变冷, 我决定带着小团子去买新衣服, 这段时间, 我最爱的事情就是打扮小团子了, 含饭, 日系, 街头风等等轮着来, 奇迹, 林林, 谁不爱, 还有人帮我刻金, 爽番, 喂, 清野哥, 你到了呀, 行, 那你稍等会儿, 我和林林等电梯呢, 马上下来, 我挂了电话, 晃了晃和小团子牵着的手, 林林, 你爸爸说今晚带我们出去吃, 你想吃什么, 小团子听了一脸兴奋, 火锅火锅火锅, 姐姐, 我想吃火锅, 好了, 就吃火, 叮, 我说着, 电梯到了, 我抬眼一看, 祸, 早知道让徐清野上来了, 可能我挺变态, 我还挺想看这种前任, 现任的修罗场, 虽然我现在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前任, 但迟早会是, 其实我本来不太想打招呼的, 只是呼地感觉到小团子拉着我的手紧了紧, 她在紧张, 则, 毕竟是亲妈呀, 我突然感到有一点点心酸, 万一许奇和我抢儿子怎么办, 但没办法, 血浓于水吗, 斟酌了一下, 我还是打了招呼, 许奇姐, 许奇皱着眉看了我几眼, 试探性地问, 你是乔家那个洋女, 我有些惊讶, 她居然还记得我, 当时我和她也就见过一面, 是我, 许奇姐记性还挺好, 啊, 我对你可是记忆深刻, 许奇说完, 看向了小团子, 笑着说, 我对她也印象深刻, 不过, 托油瓶, 你应该对我更深刻吧, 不是, 这怎么回事, 短短两句话, 我怎么感觉有很多不对, 许奇说, 我的那句有些阴阳怪气就不提, 但她怎么能说自己儿子是托油瓶呢, 还有她那句话也很怪, 再配上她那个笑, 简直让人毛骨悚然, 就连小团子的反应也很奇怪, 许奇看她的时候, 她在往我身后躲, 还在发抖, 这是在害怕许奇啊, 他俩不应该母辞子笑吗, 疑惑的同时, 我把小团子往我身后拉了拉, 沉声道, 许奇虽然你和青野哥离婚了, 你也不能说自己儿子吧, 许奇又喝了一声, 仿佛听到什么笑话一样, 儿子, 他可不是我儿子, 他明明就是个托油瓶, 扫把星, 呜呜, 姐姐, 我想回家, 许奇话落, 小团子就放声大哭, 我知道是因为什么, 上次他听到托油瓶也哭了, 我只能一边哄小团子, 一边斥责许奇, 许奇, 你给自己留点口德, 对一个小孩子,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, 啊, 要不是因为他, 我和徐青也能离婚, 有的人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, 我冷着脸吼道, 你够了, 呜呜, 姐姐, 我们, 我们回家, 回家, 好, 好不好, 眼见小团子越哭越伤心, 我只能歇了和许奇继续吵的心思, 拉着小团子就打算走, 许奇, 给自己积谢德, 善恶中有报, 去停车场的路上, 我越想越不懂, 许奇, 小团子的反应都太奇怪, 除非, 我轻声问, 小团子, 刚刚那个阿姨是你妈妈吗, 不, 不是, 她不是我妈妈, 果然, 小团子不是许奇的儿子, 啊, 对, 我之前问过小团子, 她说她快七岁了, 而徐青也和许奇, 也是六年前结的婚, 哪来这么大儿子, 可这就更怪了呀, 小团子把徐青也喊爸爸, 他和徐青也也确实长得像, 看起来就是一家人啊, 难不成, 徐青也外面还有别的画, 可不能吧, 他不是这样的人啊, 怎么了这是, 我在想, 徐青也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, 没有, 谁在回答我, 这声音有点耳熟啊, 我收回思绪, 瞄了眼跟前, 以后有时间, 还是去算算我和徐青也的八字吧, 我总感觉犯冲, 我心虚地去了徐青也一眼, 嗯, 脸色好像不太好, 爸爸, 我遇见坏阿姨了, 瞅着抱住徐青也大腿的小团子, 我心里竖起了大拇指, 不愧是我, 儿子, 知道帮我缓解尴尬, 只是我没想到, 徐青也的反应会这么大, 他疏然黑了脸, 语气有些紧张, 他没碰你吧, 徐青也边说边卷起了小团子的袖子, 这看起来怎么这么像检查伤口啊, 我突然扶置心灵, 有了个大胆的猜测, 不会吧, 徐奇这么恶毒, 遇到了这样一件事, 也没心情去吃火锅了, 就回了徐青也家, 他睡着了, 见到徐青也从卧室出来, 我问道, 小团子回来后, 情绪一直不太好, 徐青也坐到我旁边, 嗯, 睡着了, 我呜了一声, 有些想问下午的事情, 又不知道怎么开口, 堂堂, 你还记得我姐姐吗? 我猛了一瞬, 怎么突然提起了徐青宁, 却还是点了点头, 我知道徐青也有个龙凤胎姐姐, 只是似乎身体不好, 一直在死, 很少回来, 我姐身体不好, 当时都劝她打了这个孩子, 可她不愿意, 想坚持生下来, 但最终她没能从那个手术台上下来, 我觉得她就是傻, 那个男人就只是玩她, 从头到尾都没爱过她, 可她就是爱她, 还生下了他们的孩子, 徐青也淡淡道, 就像是在讲述陌生人的故事, 可是她怎么可能是真的淡然呢? 那是她亲姐姐啊, 我主动握上徐青也的手, 安慰道, 姐姐是很傻, 孩子无辜, 她其实也是无辜的, 只是没办法, 爱情就是这样, 没有理智的, 徐青也忽然看向我, 眼里有些莫名的情绪, 你也傻, 我心意紧, 这一瞬间我感觉徐青也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, 有些心虚地偏过了头, 抽回了手, 没作声, 可是她怎么会知道呢? 知道我喜欢过她的就只有陈欢, 她又不认识, 还有就是那个五年前被我丢掉的日记本了, 但我亲手把她扔进了垃圾桶, 徐青也又不会去翻垃圾, 林林小, 一直都很黏我, 她一直觉得我就是她爸爸, 所以我不能不管她, 和许琪结婚后, 她也是跟着我的, 但许琪不喜欢她, 还偷偷虐待她, 再加上后面各种各样的原因, 我就和许琪离婚了, 尽管心里早已有了猜测, 但亲耳听到徐青也说, 却还是心里一颤, 小团子当时还那么小, 许琪怎么下得了手, 堂堂, 虽然林林不是我亲生儿子, 可我, 徐青也顿了一下, 闭目, 深深吸了一口气, 道, 可我和许琪的婚姻是真的, 那个时候她不是现在这样, 我, 我也是喜欢她的, 我眨了眨眼, 想努力理解徐青也这句话的意思, 她说的我都知道啊, 青也哥, 这个我知道啊, 徐青也抬眸看向我, 沉吟了片刻, 堂堂, 你的条件可以找到更好的, 和我在一起有一些不值, 我离过婚, 还带着林林, 我, 配不上你的喜欢, 徐青也每说一个字, 我都感觉更难过一分, 不是为我, 而是为她, 她是徐青也啊, 怎么能因为一段失败的婚姻就自卑呢, 徐青也, 你说的这些我不想听, 我就问你一句,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, 你对我有没有, 一点喜欢, 说到最后, 我的声音都有些颤抖, 我, 十八岁想做的事情, 在二十五岁终于做了, 我能看到徐青也望向我的眼里, 全是温柔, 可他却在沉默, 三秒, 五秒, 十秒, 徐, 青也, 我再也不要, 喜欢你了, 我哭着撂下一句, 起身就想往门口走去, 呜, 徐青也大蠢猪, 不过下一秒, 就被人拽到了怀里, 徐青也无奈地笑了笑, 堂堂, 三十秒都不愿意给我, 离得很近, 他说话的热气喷在我的耳边上, 让我下意识地缩了缩, 闷声道, 你在犹豫, 犹豫就是不喜欢我, 徐青也一只手搂着我的腰, 一只手擦了擦我的眼尾, 我是在犹豫, 但不是不喜欢你, 乔堂, 我私心想让你留在我身边, 可我又觉得你值得更好的, 我, 我直接吻了徐青也, 堵住了他的嘴, 当然, 只是贴了一下, 母胎solo, 更深的我不会, 徐青也, 在我眼里, 你就是最好的, 我只想要你, 你是我永远的首选, 话音一落, 徐青也一把扣住我的后脑, 狠狠稳了下来, 这技术和我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, 想着, 我心里又有点泛酸, 故意咬了徐青也一口, 他撕了声, 稍微退了点距离, 我却主动贴了上去, 又惩罚性地咬了一口, 含含糊糊地说, 以后只能我能亲, 是我一个人的了, 徐青也低笑两声, 拿回了主动权, 一记深吻, 结束后, 徐青也哑着声音在我耳边道, 嗯, 都是你的, 徐青也是侨堂的, 永远是, 我趴在他怀里, 忍不住勾起了嘴角, 喜欢徐青也的第十年, 我终于和他在一起了, 在一起后的日子, 其实和之前没什么区别, 我就是陪小团子玩, 然后在徐青也家吃饭, 但我晚上还是会回家, 并没有发展到更深一步, 因为我还没想好, 怎么和小团子说, 再有, 我也想亮亮徐青也, 我好歹等了他十年, 总得让他苦一苦, 不过, 像亲吻这些频率还是很高的, 尤其是徐青也, 也不知道是不是老男人单身太久了, 他每次都要把我嘴亲中, 嗯, 小团子还在家呢, 说着, 我极其敷衍地推了推徐青也, 或许称之为欲据还迎更靠谱, 嗨, 谁叫我也缠他呢, 他在书房写作业呢, 暂时不会出来的, 徐青也自信道, 一把把我抱上了桌子, 继续亲我, 亲着亲着, 我就感觉好像有一道目光在看着我, 我睁开眼, 小团子招牌甜笑正在向我招手, 徐青也, 我真是信了你的邪, 我猛地从他怀里正开, 从桌子上下去, 结果腿一软, 差点跪了下去, 幸好徐青也一把捞住了我, 急什么, 我斜了徐青也一眼, 能不急吗, 刚刚那能是小团子看的东西吗, 我有些心虚地看了看小团子, 正想着该怎么解释, 结果, 却突然被小团子抱住了大腿, 小团子甜甜地问, 姐姐, 你是不是要成为我的妈妈了? 嗯, 我看了眼徐青也, 眼神询问, 你娇的, 徐青也摇了摇头, 低下头笑着问小团子, 林林, 你为什么说姐姐要成为你妈妈了? 因为我看到爸爸在和姐姐亲嘴巴, 还不是一次哦, 我老脸一红, 伸手揪了徐青也一下, 都怪他, 结果那货还欠兮兮地对我挑了挑眉, 继续问, 为什么亲了嘴巴? 姐姐就会成为妈妈呢, 小团子眼睛亮亮的, 说, 因为上次周宇豪亲了我们班一个女孩子的嘴巴, 但老师批评了他, 还告诉我们只有爸爸妈妈这种关系才可以亲嘴巴, 徐青也欣然一笑, 林林可真聪明, 以后就不能叫姐姐了哦, 要叫妈妈, 好, 小团子重重点头, 然后满含期待地看向我, 姐姐, 那我能叫你妈妈了吗? 我突然有些心酸, 或许是感同身受, 或许是为小团子的遭遇感到难过, 妈妈, 是多少人一辈子都在期待的, 我蹲下, 和小团子平视, 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, 可以, 我会是你永远的妈妈, 哦, 林林有妈妈了, 林林有妈妈了, 看着小团子兴奋的样子, 我和徐青也相识一笑, 我知道未来的某一天, 小团子一定会知道真相, 知道她的亲生母亲, 但我也会一直对她好, 让她不再觉得母爱缺失, 那一天以后, 徐青也就更加想让我搬到她家了, 但刚好那几天公司事情很多, 还让我去出了差, 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下来了, 我出差回来那天已经八九点了, 等我洗漱完都快十一点了, 正打算睡觉, 却突然听到了敲门声, 而我也不知怎地, 突然不敢动了, 这么晚了谁会来敲门, 徐青也那会儿才给我打过电话, 说明天来接我, 还说了晚安, 不会是她, 而邻居更不可能了, 我住的是个老小区, 周边的邻居都是些大爷大妈, 大爷大妈们睡得很早, 不会熬这么晚, 听着门又被敲了两下, 想象力丰富的我不禁联想到了鬼啊什么的,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, 连去门口看都不敢看, 干脆装没听见, 直接转身进了卧室, 顺带反锁了, 然后把被子一盖, 不敢动, 本来想给徐青也发个消息, 可是他又睡了, 我担心吵到他, 而且现在什么也没发生, 一切都是我的脑补, 万一别人真的是敲错了呢, 但过了一会儿又安安静静的, 什么声音都没了, 本来就忙了几天, 累死了, 再加上被子里暖哄哄的, 我渐渐就睡着了, 只是睡得不太踏实, 第二天, 我下楼吃早饭, 就看到隔壁楼里有警察, 还拉了警戒线, 不止隔壁楼, 我右边的楼里也有警察, 一连五个楼都有警察, 都拉了警戒线, 我眼皮一跳, 有些不好的预感, 旁边围观群众的声音, 也传到了我的耳朵里, 真的杀了五家人吗, 真的, 今天清早我亲眼看到, 从那五栋楼里都抬出了尸体, 天哪, 太可怕了吧, 一连杀五家呀, 还是连着的楼栋, 对呀对呀, 你们六栋可真幸运, 没遇到这些事, 听到这, 我感觉身上发凉, 我就是住六栋的, 想到昨晚莫名其妙的敲门声, 我赶紧打开手机, 调出了昨晚的监控, 这是我之前花高价安的, 很小, 很隐蔽, 毕竟是独居女性, 当我看到了监控内容后, 倒吸了一口凉气, 头皮发麻, 视频里那个人黑衣黑裤还戴着帽子, 一只手在敲门, 而另一只手拿了个东西, 尽管是藏着的, 可我还能看出来, 那是一把刀, 衣服上好像还写的, 成一般家, 嗯, 我连忙看向驾驶座, 这你喊的, 徐青也点了点头, 我眉头一挑, 嘴角微微上扬, 倒没有他没和我商量的气恼, 反而甜蜜蜜的, 他这么急, 是重视我的表现, 而且我本来也打算今天去他家住, 发生了这样的事, 我也不敢回自己家住, 我的东西不多, 很快就收拾好了, 走之前我看着空荡荡的房间, 还是有些不舍, 我大学毕业就住在这里, 小三年了, 我突然说, 徐青也, 以后不要欺负我, 不然我就没地方去了, 徐青也抬手捏了捏我的脸, 一脸严肃, 胡说什么呢, 你还想往哪儿去, 还有, 我永远不会欺负你, 我只会爱你, 我保证, 我伸出右手, 拉钩, 拉钩, 我没想到, 搬去徐青也家, 最高兴的居然是小团子, 兴奋了一下午, 甚至晚上, 还想和我一起睡觉, 我是同意的, 但徐青也不同意, 黑着脸把小团子赶回了自己的房间睡觉, 你, 你锁门干嘛, 我躺在床上, 看着徐青也进门关门锁门, 一气呵成, 突然感觉自己就是一只带宰的羔羊, 徐青也走到床边, 俯下身子凑近我, 语气有些许的不正经, 你觉得呢, 我像只安纯一样, 想往被子里缩, 却一把被徐青也扣住了, 铺天盖地地吻, 不过徐青也居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, 只是亲了我很久, 最后还说了句, 好了, 今晚不闹你, 好好睡觉, 嗯, 这怎么和我预想的不一样, 我的逆反心理一下上来了, 气嘟嘟道, 你是不是不行, 徐青也一愣, 笑了下, 谋色一身, 眼底好像蓄了把火, 我行不行, 是该让你亲身感受一下, 嗯, 第二天我醒得很晚, 不过徐青也真的好上道, 第二天听话的不行, 我说什么做什么, 我坐在沙发上和小团子一起看电视, 徐青也在厨房忙活, 来, 妈妈, 吃橘子, 我接过小团子包好的橘子, 吃了一半, 呜, 好甜, 橘子好甜, 生活也好甜, 这是我十年所判, 嗯, 谢谢大家, 谢谢大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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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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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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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